盘点一下十种最美丽的龟类 十密西西比红耳龟 俗称巴西龟 是泽龟科采龟属巴西采龟的一个亚种 全身颜色多样色彩斑斓 背甲翠绿色 每块钝片上具有黄绿镶嵌的圆环状斑纹 红耳龟性情活泼 比中国产的任何一种淡水龟都活跃 好动 它对水深振动反应灵敏 一旦受惊纷纷潜入水中 最适合的温度为20到32度 15度以下冬眠 中国1987年银种 曾有大量繁殖 因为外表绚丽 生命力顽强 是国内外宠物市场的热门龟类 导致该物种成为了外来入侵物种 9.黄富华龟 俗称黄耳龟 主要分布自维吉尼亚州东南部 到佛罗里达州北部 也是国内宠物市场很火的观赏龟种 眼睛后面长有眼斑 为明黄色 且眼斑与耳斑 夹斑均不粘连 颜色均为明黄色 同红耳龟一样 拥有色彩艳丽的背甲 黄富华龟 天性活泼 胆大 与饲养者互动较好 体质远超同类龟种 龟苗时期保证了温度和食物的情况下 成长非常迅速 成功率也很高 8.环纹地图龟 环纹地图龟 多期期在河道狭窄 流速较快 底部铺着沙子和泥土 并且有大量草丛和原木拥堵的河流 背甲深橄榄绿色 极棱上长有显著的黑色瓷状凸起 背甲上都有一个黄色或橙色的黄纹 非常漂亮 国内宠物市场大多是密西西比地图龟 广纹地图龟比较少见 7.摄纹龟 右名辐射鹿龟 属于鹿龟科 冰临绝种的爬行物种之一 原是马达加斯加南部的特有物种 后来被引入到流泥网和毛里丘斯 该龟之所以冰临绝种 主要原因来自于栖西地的破坏和人类的头脸 龟本身的形状是成方形的 它有高而方的甲壳 脚和头是绿色的 部分鹿龟的头顶上会出现黄色帮块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鹿龟之一 摄纹龟被冰威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于输入一 则禁止捕捉也禁止其非法买卖 在我国被称为老底座传授 六 油彩木纹龟 在众多的木纹龟品种中 油彩木纹龟是最靓丽的 背甲上布满犹如油彩画一般美丽的斑纹 而四肢 五步 腹甲和尾巴均有黑红相间的花纹 在人工饲养环境下 油彩木纹龟的幼体偏水期 成体偏陆基 它们虽然是杂质性龟类 且偏爱吃蔬菜和水果 偶尔投喂蟋蟀 蠕虫 小鱼等食物 并定期在食物中混合钙质及维生素 以保证其营养摄入平衡 令人高兴的是 这种美丽的龟类并不在保育名单里 所以它们也是目前唯一没有法律风险的半水龟类 五 钻纹龟 钻纹龟是泽龟科 鸡龟亚科钻纹龟属下的唯一一种龟类 原产自美国东部及南部林汽水海域的沼泽 钻纹龟的钻纹是命名自龟壳的钻型图案 但是钻纹龟全身的花纹和颜色也很缤纷 所有的钻纹龟在其身躯和头部 都有独一无二的图案和黑斑 显得异常华丽 在宠物市场它们的价格不菲 有的甚至价值连城 而这样名贵的龟类在以前竟然是当地的肉龟 在18世纪的马里兰州 钻纹龟的数量非常多 以至于奴隶开始食用这种生物来补充蛋白质 在1990年到2007年间 共有18起撞击事故 是由钻纹龟与民用飞机在机场上相撞而引起的 起因是在一个半小时内 有多达78只钻纹龟无意间闯入机场跑道 以致飞机无法正常起飞 而如今随着烂捕烂杀 把这种美丽的物种直接干到了附罗二上 真是令人惋惜啊 4.印度新龟 印度新龟是一种陆龟科象龟属的生物 在南亚次大陆南部的印度 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的干旱地区生活 甲壳非常突出 背甲往往会形成拱形 侧圆近垂直 甲壳黑色并有黄色辐射条纹 这些条纹较窄 而附甲亦有非常多的同样的黑色和黄色的辐射条纹 由于印度新龟的外表美丽 龟壳呈独特的新型放射纹 故此深受陆龟爱好者的欢迎 在我国被称为老底座传售 3.黄斑地图龟 黄斑地图龟是美国的特有物种 它们的主要栖息地仅限于密西西比州 帕斯卡古拉河及其支流 但由于农业的发展 因此部分栖息地已遭受污染 水位也出现变化 影响了黄斑地图龟用作筑巢产卵的栖息地 黄斑地图龟具有地图龟中最高的机能 而且每片背甲也有一大片的黄斑 肉体的壳色会较为鲜艳 由于数量十分稀少 所以市面上很少有黄斑地图龟出售做宠物龟的 2.几何鹿龟 几何鹿龟的花纹与印度新龟十分相似 背甲的每块甲壳也是以黑色为底色的 同时亦有黄色条纹在钝甲中央发出 而钝甲边缘则未有锯细状突出 四肢多数是呈黄色的 而部分龟只有头部会有黑斑 它们是宾威物种 受到失去栖息地及猎杀作为食物的威胁 南非政府已划出区域来保育它们 在我国被称为老底座船兽 1.绿海龟 又称青海龟 是海洋中的爬行类动物 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海中生活 但引化过程中仍然保留了部分祖先的生活方式 所以必须回到出生地上产卵 繁育后代 形成了一种较为独特的生活习性 绿海龟已濒临绝种 全世界仅剩下约20万头产卵母龟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宾威物种红色名录中 列为宾威物种 为避免因人类的捕杀及栖息地破坏 所有绿海龟均被列为 并为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库鲁伊 也被选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海洋食堡之一